電腦很接近的觀眾朋友 我是綜藝 如果你有200萬左右的預算 在福斯家族裡面 現在能選擇的車款 真的好貨特別多 智欣 R家族我們現在看了200萬 我有Golf R 有Golf Avarian 有T1R 有T-Rog R 但是如果在性能之外 我其實是追求的 是我想要有一個旗艦的代表 沒錯 阿田跳出來了 阿田一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回頭度是非常高 肌肉的線條 更厲害是它車頭的直線貫穿 左右水平式的一個定位燈 尤其它車頭很霸氣 非常多鍍鉻的那種斜面 所以其實在整個的視覺上面 它車子又夠寬 又夠低 在這個級距裡面 其實是在福斯是無可取代 而且這一次在動力上 它提升 它的動力來到280匹 這一次心臟變大顆了 走 我們剛剛提到了 2.430 心臟變大顆 不是說它排量增加了 一樣走的是2.0 2.0 這輛引擎一樣是1A888 但是它的動力變得更飽滿了 來到280匹 然後扭力也來到40.8公斤米 我覺得進入到這個MQB底盤之後 其實它的行車路感 我覺得我在開一般模式的情況下 我覺得很舒適 你講一般模式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這裡絕對是它的賣點之一 你只要把Drive Mode這裡按下去 你其實是有5種可以選擇 節能速是一般運動 個人化 個人化 一般其實它就是偏舒適 你可以滿足車上所有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跑山路 我幫你切到運動 好 你看 現在的主動式底盤控制懸吊 已經來到運動 轉向 傳動 還有引擎聲浪 我想這個都可以調到 更接近運動一點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它ACC也可以調到比較運動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少數看待 一般ACC是維持車距 沒想到ACC也有所謂的 這個運動的功能 但如果假設你還需要更個人化一點 也可以 來 我們進到Individual 有沒有 智希 它有15段格調 您個人喜歡 我覺得有點太硬 因為像這個現在看到一點小 因為現在已經在最Sport 沒錯 現在是Sport Plus Plus 這個有點好像我們避震器 那種剛改完剛裝上去的感覺 我覺得你是來檢驗道路普及的時候 一定會覺得它突然之間 那個伸手擺出來了 伸手擺出來了 有沒有 剛剛已經舒活筋骨的感覺 但還是我覺得這個台 它的一個四輪的扭力分配 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其實你在過彎中 它蠻穩定 它自己的自動在分配上 Full Motion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不像說過去如果是PASSA那個系列 我覺得還是過彎上 會分配上會慢一些 我覺得現在這一組 我覺得蠻穩定 感覺你是開得很舒服又開心的 對 再來是7速DSG自手擺 其實在我平常在開就非常熟悉 我也很推這一顆 那個換檔都是0.0幾秒 然後再換 所以我覺得DSG常常在講說 這個會很擔心什麼 我超推GSG 我超推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組合 我要來開開開 好 志欣 我們坐在駕駛座上 第一個要接觸的 其實就是你的 排檔 前進後退 排檔 跟你的油門刹車 就我個人 我還是要說就我個人 我真的喜歡這個手感 再來是內裝 我覺得這一次 因為它用了蠻大量的NARPA皮革 所以整個搭配起來 它的高級感就有了 但是又維持在一個 高級跟運動之間 也不要說太運動 所以我覺得這種路線 我覺得是R Line Performance的一個 中間值 不要說通通都是一定要R 極致的R 要回來一點點這樣 回來旗艦 回來高級一些 而另一方面我們關注的是 開車的安全輔助系統 其實在八田上面 全車系都很齊全 全齊全包含你 ACT主動的車局的維持 方向盤的修正 然後還包含你的 前方的追撞的警示 後方車流的警示 其實一般所謂旗艦級 該有的安全輔助 它都已經完全有了 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剛才提到說 這台有九個安全氣囊 一件事的啟動 我現在對大家來說 真的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按了 智慧承承穿透系統 它就設定好了 設定好了 自動跟車 Level 2 作動 我現在可以稍微提速一下 很方便 稍微放鬆一下自己的腳 稍微可以跟朋友你知道 點頭思議一下 大家還是要專注 房內繼續 你有很好看的外表 你有很好的動力 對我來說 這是一台車很完美的搭配 開過了430之後 我覺得280匹表現出來的 真的就是有運動感 但是它在舒適的這個部分 又幫你照顧到 開起來很好 開很舒服 更開心 Darren 你自己開車的時候 手中外型你剛提到了 我希望它外觀透件上 一定要夠帥 夠特別 不要制服車 現在我問你通常動哪些部分 一般來說我會動 這個 懸吊 再來就是 其實外觀比較多 因為動內觀的話 其實要花很多錢 那外觀可能 maybe的前後包 車群這樣子 還有顏色 還有顏色 你自己 剛剛提到了兩台車 包括MINI 包括JLK 你花的錢會很多嗎 在改裝這個部分 MINI那個時候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算是 還不太懂 所以會花很多冤枉錢 然後在現在 慢慢這幾年這樣下來 就慢慢知道 自己要動的是什麼 對 比方說我這台車 可能擁有時間不長 我就不打算花太多錢 在他身上 那有些東西可以用 我就沿用 那有些東西 覺得可以稍微花一點錢 會想要再動力升級嗎 動力升級會 會 但是這台是NA的 所以動不了什麼 也沒有想要外掛電腦 或什麼之類的 而且我掛一個小小的電腦 還是有是不是 他還是希望 我能不能夠極限值 再高一點 對 差不多15到20左右吧 OK 那你剛剛提到的 也就是新世代 我們看到了 各品牌新車推出的時候 他基本上也都呼應了 車主的這種想要 我可能希望我動力要再大一點 可是我有原廠給你的提升 我希望我的懸吊 要能夠更適合我自己一點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那個DCC 15段可調整 還有一個我覺得就是它的 就是轉向輔助的部分 那我要問問一下智希 你自己覺得 就是在操控感上 現在當然很多朋友會說 我希望那個方向盤 比較輕盈什麼的 但我覺得在操控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看到了 動態直筆的轉向輔助 在阿田上面 它可以給你什麼樣的好的回饋 對 其實因為剛剛有講到 它畢竟算是一台 比較大型的GTE跑房車 所以整體在車重上 軸距 車廠 其實剛剛跟亦凡也在聊 就是它在動態山路 甚至賽道的表現上 一定可能不會有那種鋼炮 先被來得這麼的靈活 但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這一次 有搭載一個動態可變 持筆的轉向系統 那基本上這個 Progressive Steering 這個系統 我沒記錯的話 最早應該是在 奧迪的A8上面有開始使用 那其實它相比 原本的這種力道輔助的 動力輔助的方向盤 就是你高速的時候它比較重手 低速比較輕之外 它是真正具備有 持筆可以轉向的輔助 也就是說 其實你在Arteon上面 左右死點大概就是兩圈 就是它的整體的比 那個度數是378度 已經比過去少了非常的多 那當然就是你在低速 你可能停車上移車 慢速的那種巷弄穿梭 其實方向盤不用一直轉一直轉 但是在高速的時候 它又可以給你很精準的指向 所以整體的搭配起來 車頭的準度 然後動態 整體車輛動態 你的操控性 都會比過往好 那我覺得其實聊到 就是現在所有的 這些該有的它的項目 基本上我認為在430上面 其實真的已經很接近是 R的一個配置 你看有EA888 EV4的系統 280PE 然後有4MOTION 連DTT的底盤都是15段可調 還是比較高階的這種設定 所以基本上 以這個價位帶來說 你要一台比較大型的 尺碼比較大的GT跑房車 這些功能又全部都有 我相信應該算是 這種性能車裡面 CP值非常高的選擇 對 而且動態持筆轉向輔助 它在那種連續的 S-1到的時候 它也會幫上你 對 它是自動的切換 所以你在每一個轉打 你的手感上面 其實我相信跑個一小段 其實就會有感覺 那伊凡你是有真的在賽道上 開過RTian Shooting Brake 你當時的感受呢 你對它的評價呢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 測的時候還是380的世代 那其實那一陣子 我們試了蠻多款車種的 那車廠的車 我們其實也試了蠻多 那RTian給我的感受是 它其實在賽場上的動態來說 就像剛剛說的 Progressive Steering 它其實在彎中 你可以有點稍微用它的速度 跟底盤的動態去調整 你要的角度 所以不像傳統的 可能很大尺碼的車型 你可能進彎開始推頭的時候 你就回不去了 它就一直推頭 它其實還可以稍微做調整 然後讓你的車維持到 或是在更快的速度上 達到你要的路線 那當然它的 DCC的動態底盤 也有很大的幫助 畢竟我們那時候是 賽道使用的模式 所以是運動的模式 那當然我們沒有特別去調段數 所以其實在賽道 整體的剛性跟整體的 過彎的速度跟指向性來說 是很不錯的 那如果我們來對比一下 現在的最新規格430 跟當時你所試的380 其實你可以看到 無論是在馬力 扭力各方面 它都有一些改變了 那你對它會有一些預期期待嗎 一定會有的 特別是在像我們力保這種 或是說我們平常路上 在台灣的道路都是比較低速 然後10萬居多的 在扭力跟馬力的提升 其實可以比較明顯的感覺出來 如果你是在高速的情況下 或許會比較無感 可是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上使用 跟賽道上使用來說 我相信搭上它四輪驅動底盤 其實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那時候 試了一系列的車系 有四驅也有前驅 它的4MOTION給我的感覺是 它只要出彎給油的情況下 你不會像有傳統那種 四驅的感覺還會推投 它其實很順的 就可以讓你穩定的出彎 所以你給油的時機點 跟整體車身的動態 在出彎的時候是很穩定的 你不用怕說 我會不會可能油門太早推投 或是什麼 不會 所以再加上馬力上的提升跟扭力 其實在賽道上是很有幫助的 其實我自己 因為一直都擁有福斯的車 我一個個人的感受比較明顯就是 你都會以為你的技術進步了 其實這些車子的原始設定上 它是越來越強了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 因為我看到你們那時候 就是福斯各個車型裡面 也都上賽道去測試 有沒有讓你們自己覺得 經驗到了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地方要特別先講 就是即使都是EA888 但是他們在每個世代 或者在每個車型上面 它的調教跟設定上面 都會有所針對車型 針對使用消費者 它做一些調整的設定 像提光R就是320匹 四輪驅動 Golf GTI它245匹 但是它前輪驅動 然後當時我們設的 開的Ateon 380 它是272匹 四輪驅動 我覺得那個開起來的感覺 每一台真的都不一樣 很多人會說 這就是同一顆引擎 配同一個底盤 同一個變速箱 其實我覺得厲害在於 調教跟設定 他們就是有辦法把車子設定成 該怎麼樣呈現什麼樣的風貌 就呈現那樣的風貌 就像RTN我覺得它不是一個 很像我們在講說那種小屁孩 它不是那種小屁孩性格的 它是一個比較穩重的 但是它是 它動力輸坐是穩定的 Golf GTI就有點比較像小屁孩 它就是 你要跟我拼 我就跟你拼 我覺得每個車 大家有不同的調性 當然 在賽道上怎麼表現 就要問那個 都開過了 對 都開過了 我不得不說的是 我知道算今天主題是RTN 可是那時候的T1R的表現 真的讓我非常意外 因為我們試了很多大型的SUV 有些號稱可能性能 底盤 多好 可是其實試到T1R的時候 那個完全概念是打翻的 它不會有那種SUV的大側勤 或是推頭等等 它甚至連出彎給有加速 都是很順的 它不會說一給 然後就開始推頭 然後側勤就來了 然後煞車也停不起來 它整個表現是非常出乎意料 所以成績上也證明了 它是真的很不簡單的一台SUV 也讓我對它們的 整體的設定來說有改觀 那當然就像我雅哥講的 它每個引擎的調校上 都不太一樣 它的輸出的方式 它給你扭力跟速度的時候 都不太接近 所以可以很針對你消費者的需求 去做到選擇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買它 Eddie哥 我們也要補充一下 就是一般講的這個 我們可以印證 就是我在第一代提礦上市的時候 我們有當年在龍潭 做了一個應該說賽道體驗 那時候提礦有一個 提礦杯的車主來參加 我們覺得很意外 而且是下大雨 結果提礦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小彎道 都表現得很穩定的加速速度 甚至某個程度 它如果跟GTI 差不多一樣動力的時候 它在賽道的速度 單先是贏GTI的 就是它的輪距比較寬 動力一樣的時候 它其實底盤抑制得很好 就是控制得很好 可以讓你比較不像開SUV一樣的開SUV 這個是提礦的特色 不是在調這個運動化底盤 很有一套 而且以前都是GTI一支獨秀 現在提礦冒出來了 然後RT又走這個GTI 嚴格講我又有一點對Golf的未來感到擔憂 就是你各有所好 還有每個人家庭成員輪廓不一樣 你對於空間需求不一樣 你對於你想表現的個性跟特質 你自己的設定也不一樣 我們常講有人設嗎 那你可以從不同的車型裡面 去尋找那一款你覺得跟你最相達的 還有一點就是有一件事情 它沒辦法妥協 就是安全性的部分 那它全車系我們看到都標配有酒氣囊 都有IQ Drive 那當然因為預算上 可能它會有一些不同的設定 但是基本上的防護都非常的夠 Eddie哥帶我們來解一下 這個IQ Drive這個智能輔助應該都是 目前都是Level 2等級 其實都滿充足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像ACC 前面前車碰撞的提醒 跟AEB緊急煞車輔助這個都有 但特別的是這個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二次碰撞的預防 就是當你第一 當發生車禍的時候 你可能沒辦法再繼續掌控煞車 沒辦法掌控方向 這個時候系統會偵測 就自動幫你煞住 幫你把車子煞下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遇到車禍的時候的 預警機制 再來就是它的後方 應該說我覺得後方 我們比較難看到後面 尤其是旅行車如果載比較多東西 或者是鞋背後面的空間 比較小的時候 後方的倒車的警示系統 我覺得會有比較好的幫助 當然它的360度環境 對於停車的時候的幫助 或者是在山路開的時候 比較窄的路況 你可以看側邊以外 各個的設定都非常的充分 所以這個IQ Drive的這些輔助 其實都已經是市面 就是說同級競爭對手中 比較滿的配備了 好 那稍後我們要繼續來比較 是它的裂跑車型 也是非常漂亮的 Shooting Brake 稍後來 地球王金線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太躁進的 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金線邀您一起上線 對手